歡迎收看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間 八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霈 趕快來介紹今天要PK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我的好朋友 孫協志 協志哥 大家好 我是協志 接下來要歡迎生完小孩之後 越來越漂亮的媽媽 歡迎齊惠 謝謝怡惠 大家好 我是齊惠 這一位呢 接下來介紹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的就是娛樂 最常來的一位營養師 歡迎我們的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想問一下協志哥 你平常常常出外景嗎 是 都是餓肚子的狀態 對 因為節目本 因為我的終於節目本身就是不能吃 就是一個餓肚子的 你真的會做菜嗎 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來的節目算是非常特別 因為我平常 如果是一般料理節目要找我去 基本上我是不去的 真的喔 因為我是不會料理的 你不會料理 那你今天來 我不會料理 要不要先幫協志哥叫劍子 沒有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其實喜歡看料理 對 我也有研究 但是我懶得實際去操作 對 所以我可能概念有 但是實際上的經驗我並沒有很多 是喔 但是大致上的一個邏輯我是能理解的 我覺得經驗沒有很多沒關係 但是你今天重點是要會哄小孩 因為我們節目評審不是我 也不是以理 是小朋友 是小朋友 你懂得哄小孩嗎 我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那真的幫你叫才介紹 真的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就還是得要告訴小朋友 飲食要均衡 要營養 那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是一個飲食不太均衡的人 我看起來你就像飲食不均衡 你就是感覺像真的太挑食 所以才會這麼瘦 我不挑食欸 其實 該怎麼說呢 通常 通常挑食的人都說自己 我只喜歡吃肉 那算挑食嗎 挑食 對 那就是挑食 你是肉食性動物 我是肉食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身的身體 可能是我從 國小 國中開始就一直都是運動員 對 然後我覺得我的身體是非常需要熱量的 對啊 然後我後來吃了很多東西 我發現就是甜的 然後還有肉類的東西 會讓我的身體的能量會 會比較能夠集中 然後可以持續的比較久 是打棒球的人 我覺得就是運動的關係吧 今天協志哥來 他已經先嗆名說 他平常不太會煮東西的人 但今天這個我OK 你確定 我會弄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完美 可是 另外一個嗆出來 他很厲害 因為他生完小孩之後 連副食品都自己做 請問你自己做副食品 對 宜佩你知道嗎 因為協志哥是 他嗆說他就是其實不太會做 但是我這邊不好意思 嗆說我非常會做 那如果等一下我輸了的話 我真的就是會很難過 沒關係 這是常有的事 因為小朋友的邏輯很難 奇怪 對 我自己做副食品 然後我連就是 最基本的就是熬粥 熬白米的那個湯 我是用虱目魚的骨頭 下去自己練 而且虱目魚的骨頭 各位 對 一定要帶一點肉 真的嗎 帶骨的 為什麼 因為一般媽媽都會用大骨湯 但現在已經不建議用大骨湯 有太多重金屬 所以他是用魚骨頭去弄 所以魚骨頭是很優秀的意思 對 它的DHA 對寶寶的腦 還有什麼都很好 然後特別是我之前 會用那個冰仔骨 就是一樣是豬的 什麼叫做冰仔骨 冰仔骨 豬的肋骨 然後它的油脂比較少 待會我會用冰仔骨 我會加上紫洋蔥 還有有機紅蘿蔔 這聽起來也太專業了吧 你是不是覺得 你今天來到也要幹嘛 我來瞎攪貨一番 然後我就是每天新鮮現做 就是幫它熬 然後例如說 像一些花椰菜 然後一些什麼菇菇 像我們今天的那個香菇 然後紅蘿蔔什麼... 你想得到所有的副食品 我都會先把它做成冰磚 然後要吃再把它微波加熱 還有布拉魚什麼的 對 可是我滿好奇說 其佛你在結婚之前 生寶寶之前 你喜歡做料理嗎 其實我那時候跟我老公交往 四年 五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當助理主持 就突然開始對料理有興趣 然後之後我老公 就幫我打造一個廚房 我就開始了我的料理 還有甜點之路 今天感覺上是一場 不公平的戰爭 因為一個是已經當媽媽 副食品都自己來 一個是說我很會吃 但是做的話要看 但是問題是 我們今天的評審是小朋友 所以就兩位看運氣 而且聽說今天兩位 端出來料理都很厲害 那麼在看兩位 要端出來料理之前 我們當然就要 連線到我們的美食特派員 大愷 看大愷今天在市場 幫我們找了什麼特選食材 是的 大愷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我們的市東市場 不得了啦 歡迎到我們的帥哥老闆 你好... 老闆 不好意思 搞錯了 這個杏鮑菇真是 我應該要怎麼稱呼它呢 又直又長又白又漂亮 對 這個很粗耶這一隻 這個等級是A加的 A加的 頂級的 最大 通常等級越高的會越好吃 這麼厲害 因為杏鮑菇大家都知道 這個有一個 房間有一個說法 就是平民的鮑魚對不對 而且杏鮑菇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可不可以請老闆來幫我們 介紹一下杏鮑菇到底要怎麼挑選 一般挑杏鮑菇當然就像這樣子 枕豬完整 這個更肥耶 這下面這一節要飽滿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稍微摸一下它的觸感 它如果是有彈性的 表示它很新鮮 如果說稍微有點軟了 可能就是不是那麼新鮮 然後再來枕豬這樣子非常完整 對 雖然我們有時候看到 稍微有一點點黃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它只要跟空氣接觸它就會氧化 這代表說它裡面有鐵質 是基本上正常的現象就對了 是的... 老闆那很好奇 就是像我們平常挑杏鮑菇回家 都是比如說 這個好像一個酒瓶有沒有 就像我們挑了 漂亮的杏鮑菇回家 但是我們要怎麼保存呢 通常我 以我過去的料理經驗 就是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是 可能冰個一個禮拜 出來它就會有一個出水 就是外面濕濕的這種狀況 這個都是正常的嗎 其實基本上你如果要保存的話 保持乾燥 保持乾燥 當然你用刷袋包起來也可以 可是冰箱畢竟會有點水氣 那你知道乾燥的情形之下 三天到五天它都是OK的 對 所以保存正常 存放可以三到五天 是 那假如說冷藏跟冷凍 你會建議怎麼保存 食物還是冷藏比較好 因為你如果冷凍之後 拿出來解凍 它的口感就不會有來那麼好 那再來就是建議 食物還是新鮮食用 對 盡快把它買回去之後 趕快把它用完 最新的最好吃 對不對 新鮮的還是最好 三到五天趕快就把它解決掉 是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也很特別 這個我們叫做杏鮑菇頭 這個的口感會比 這個好像從來都沒有看過 對 這個是第一家也是最大的 然後一般我們看到可能會比較小 對 那它這個就是 在種植過程當中 如果先長出這個頭 它就不會長新鮮菇 所以從真空包裡面 太空包裡面長出來的 假如不是長出新鮮菇 就是菇頭 對 二選一 長了這個頭 它就不會長這個 那這個頭 這個是用刀刻出來 還是它自然天生就長出來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都不規則狀 只是有大小之分 那越大顆的也是越好吃 那至於我們的杏鮑菇 要怎麼料理呢 馬上交還給棚內主播 預備 好的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就是杏鮑菇 不過在做杏鮑菇料理之前 來關心者跟健康有關的新聞 你知道台灣人 誰不愛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不僅僅是台灣人 喜歡喝 連國外的朋友來到台灣 第一首選就是一定要喝 台灣的珍珠奶茶 其實也不知道曾幾何時 珍珠奶茶變成台灣 最知名的飲料飲品 我以前每天一杯 對 在國外 我以前也常喝珍珠奶茶 但是因為我就是看了一些 健康相關的訊息 還知道說 哇 珍珠奶茶 如果你常常喝的話 小心 你可能會老得比別人還要快喔 珍珠奶茶美味 讓人難以抵抗 但糖分過高又容易胖 三高問題大家都知道 但您知道嗎 其實喝多了 皮膚恐怕還會容易老化 比如說這些糖黃反應 會刺激我們真皮層的膠原蛋白 一些不好的蛋白質分解酶 會增加 那增加之後 會使我們的這個真皮層 這個彈性纖維 膠原蛋白會退化 攝取過多的糖分 會使皮膚出油 釋放不好的自由基 來影響代謝 導致膠原蛋白加速的流失 因此臉上 就會容易出現比較多的皺紋 而且皮膚看起來也比較暗沉 產生我們所謂的青春痘 民眾比例比較偏高 甚至吃太多甜食 頭髮容易出油 也產生掉髮的問題 一般珍珠奶茶有28顆方糖 不加糖的蒸奶也有18顆 冬瓜茶 奶芹 西瓜汁等等 也有10到15顆方糖 而熱咖啡 炸鮮奶油 就有9.5顆方糖 但是一天最好 攝取量應該只要有6顆 因此都要特別留意 醫生也特別強調 水果類包括了像是芒果 龍眼等等最好也不要碰 而蛋糕 冰淇淋 巧克力 含糖量 都過多 不能忽視 想想身體健康 又要漂漂亮亮 勢必就要留意自己吃進度的東西 我有時候覺得 我們這種健康新聞 還是少看一點好了 因為看到什麼珍珠奶茶 一般有28顆方糖 而且他剛剛列出什麼什麼飲料 有幾顆方糖 那個每一個我覺得都好好喝 對啊 因為我會好愛冬瓜草 珍珠奶茶有28顆方糖 但是我們人體 一天只能要喝6 吃到6顆方糖 他心想說也差太遠了吧 有些人搞不好 一天還喝兩杯 天氣熱的時候 其實換算大概一杯珍珠奶茶 大概等於兩碗飯的熱量 好可怕 所以有些女生就說 我不吃飯不吃飯 那喝很多珍珠奶茶 結果看起來很瘦 可是她的腰味 還有她的那個體脂肪很高 很高 對 就是所謂的那種泡芙女孩 泡芙女孩 就是其實裡面體脂肪 那這樣超不健康的 對 超不健康 我大概已經五六年 沒有喝過珍珠奶茶 因為我就知道珍珠奶茶很恐怖 珍珠奶茶其實最主要是糖的問題 那個果糖會讓你的細胞 其實你就把它想像成 你的身體裡面泡在糖裡面 有一點在製你的身體 好幸福 好幸福的感覺 你從來有點心情變好了 對 可是你知道那個甜的那種 果乾醃漬之後 它是不是會變脆 所以其實你血管就會容易脆化 其實就容易老化 所以你的皮膚就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剛剛提到說 膠原蛋白就容易流失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杏鮑菇 第一個呢 為什麼可以抗老化 它裡面有核酸的成分 它可以加速我們細胞 可以一直替換 一直代謝 然後可以提高我們的新陳能力 所以其實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會讓那個 多吃一點杏鮑菇也讓他變聰明 對 然後對我們女生來講 或者是說 可能平常我們如果注重 那個所謂的外表或健康的 其實它也是一個 就是抗老化很好的食材 而且呢 我們吃杏鮑菇 你是不是要稍微 你覺得它纖維很粗 對啊 有時候會咬不斷 對 那其實它膳食纖維 會是一般 像我們那種吃地瓜 我們地瓜大概兩倍以上 很有飽足感 對 然後你吃的時候你煮它 如果說你去煮它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它的口感 裡面其實滑滑的 對 有一點滑滑的成分 多糖體 對 其實小朋友啊 如果多吃一點像這種 多糖體的成分的一些蔬菜的話 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尤其在那個冬天的時候 容易感冒 其實可以多吃一點 杏鮑菇雖然很多人喜歡 超市也都有在賣 但杏鮑菇怎麼選啊 其實第一個呢 因為菇類 我們要讓 因為它是整個整隻的 對啊 一整隻的 對 那你記得選擇的就是 比較粗一點的 然後外觀形狀比較破裂的 也不要有黑色的包子的 如果有黑色的包子 其實它就是等於是說 它放比較久了 比較老化了 然後另外呢 就是如果它有那種 整個就是有點像皺紋 這樣皺皺的有沒有 那事實上它也放了比較久了 對 所以其實你要選擇是 比較粗一點 圓 漂亮一點 然後顏色它是乳白色 它不會太黃 然後或者是太白 那太黃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放在冷藏太久 其實它也會偏黃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 如果說你這樣肉眼看它 它都已經產生那種黏液了有沒有 那種就都壞掉了 有時候買回去啊 沒有馬上吃完的話 它就會產生黏液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可惜 是不是還是可以吃 反正它煮完之後還是有黏液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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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能吃了 那有的都是發霉 或是長一些霉菌 它有一些菌絲體 所以那個其實就不要吃了 今天兩位藝人 到底要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來應戰呢 是PK喔 PK啊 對啊 他PK喔 裁判是小朋友嘛 對 裁判是小朋友 你應該很懂遊戲節目吧 就是PK之後 對… 我的人生都一直在PK 真的 OK 好 我要挑戰的就是 杏鮑菇燒賣 它其實就是像 有點像豬絞肉的內餡 然後一些青蔥 紅蔥頭 調味之後呢 那外表這個餅皮的部分呢 它並不是用一般燒賣的餅皮 它是用杏鮑菇的皮把它包起來 蒸熟 但是很厲害的奇惠媽媽 今天端出什麼料理 好 我今天帶來的是 杏鮑菇造型壽酥 你看看人家那個壽酥啦 杏鮑菇造型壽酥 杏鮑菇在裡面 杏鮑菇在裡面 在裡面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四位小小評審 以及我們的小幫手 首先介紹的是Gavin 來介紹的是菲菲 Momo 還有Ella 好人氣的 可愛的小朋友 今天就是你們的衣食父母 對 我們的衣食父母 他們剛剛從走進來 我就一個一個人要打招呼 大哥好 大姐好 不要再揮弱小孩 對 這時候是一定要的 好 接下來馬上進入我們的PK賽 好 首先是鞋子哥要先登場 幫我們做的是杏鮑菇燒賣 所用的食材有哪一些呢 大朵的杏鮑菇五根 蔥一隻 豬絞肉半斤 紅蔥頭一大顆 紅蘿蔔三分之一條 米酒一大匙 鹽一小匙 調味料有白胡椒粉 然後糖三分之一小匙 還有香油一點點 是的 調味料都準備在這個地方了 做法聽說是非常的簡單 不過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 一男一女 Gavin還有Ella 那我可以麻煩Ella跟Gavin 幫我拿東西嗎 好 我要拿豬絞肉 杏鮑 豬絞肉幾個喔 一坨 一坨 對 突然用鼓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馬上被擠倒了 好 豬絞肉 一碗 好多個 一碗 然後杏鮑菇 還有紅蘿蔔 杏鮑菇你知道是什麼嗎 杏鮑菇沒關係 去拿就知道他能不能拿 好 你們去看看 你們去拿看看 好 出發 聽啦 杏鮑菇是什麼 有耶 他拿對了 不錯 不錯 是 這是獨角味 你讓Ella拿一個紅蘿蔔 好 厲害 其實都會嘛 整台車 小心喔 太可愛了吧 還有這個車耶 謝謝你 謝謝 好 把這個拿出來 豬絞肉有囉 豬絞肉 然後呢 紅蘿蔔還有杏鮑菇 好 把車開回去停 好 那其實這個做法呢 老實說因為 有些人一般會覺得說 我們看到豬絞肉之後 就會覺得它是不是很複雜 因為內餡的東西 要調啊 要做什麼的 可能會有點複雜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 因為做這個東西 它有需要一點點的時間跟過程 是 然後我們有一些東西 是已經先處理好了 比如說 像杏鮑菇的部分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到最後 是要把它切成這樣子 一片一片長條的 然後杏鮑菇 原本長這個樣子 它在還沒有去蒸之前 它會是很硬的 是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它蒸軟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先把它切片 是 你切片再下去蒸嗎 對 先切片 先切片 然後放到大銅電鍋裡面 把它蒸軟之後 再拿出來把它放涼變成長這樣子 然後在等它變冷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處理內餡了 你來切切杏鮑菇給我們看看 我想看鞋子哥切杏鮑菇 開玩笑 我切這個 杏鮑菇它有很多種切法 如果說你想要不同的口感的話 譬如說杏鮑菇 如果你用直的切 像鞋子哥這樣是直的切 直切的話 吃杏鮑菇就是會彈盤脆脆的感覺 對 那如果說你橫著切的話 杏鮑菇就會軟軟的感覺 沒錯 那如果你是斜的切的話 它吃起來就是會扎實的口感 對 然後因為基本上這個 也是個人大同小異 因為有些人也是會直接這樣子用片 對 但這個刀工太厲害了就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像如果是我做的話 我會採取用這樣子一片一片的方式 對 你是用直的切就對了 對 你看它這樣子厚度 有沒有不要再說我不會料理 我們沒有說是你自己說的 不是刀工好 對 沒有 因為鞋子哥今天會選切直的 原因是因為他等一下要用這個 把那個捲起來 對 因為現在這樣的狀態 它就很硬 對 你就必須要蒸完之後 它才會變軟軟 但是蒸完之後它體積相對的 也會縮小一點點 所以大家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 然後盡量把那個長度維持出來 好的 所以現在先杏鮑菇切這樣子 杏鮑菇我們先把它切片 然後進去電鍋把它蒸軟 蒸熟 蒸軟之後拿出來 放冷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開始備料了 像紅蔥頭的部分呢 因為紅蔥頭很重要 在這個內餡裡面它會提味 它會有種香味 會有香氣 而且會把那個豬的那個臭味 把它蓋掉 對 先把這個頭綠綠的部分 先把它去掉 我看到紅蔥頭又看到豬腳 然後就覺得還想要吃滷肉飯 好想吃滷肉飯喔 然後呢 紅蔥頭有一個 我們要把它切成斷 斷一斷 像斷末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方法可以這樣 大家可以稍微學一下 先從側邊開始 把它切 為什麼你手一直在剉啊 不是 你已經有吃東西嗎 有有有 但是這個刀子感覺有點大 距離比較遠 好 所以它是可以這樣一斷一斷的 對 就不把它切斷 不要切斷 就有點像開花的概念 對 好 然後咧 然後呢 再從中間 小心喔 OK 中間 再把它切過去 然後呢 再直接 了解 對 再直接這樣子 它這樣就會細細的啦 就像丁 對 洋蔥也可以 對 洋蔥就是直的 然後橫的 然後橫切面再切就會變成這樣一斷一斷 看起來還蠻厲害 就是紅蔥頭的處理方法 把它切成這樣一小塊一小塊的 是 到時候它在絞肉裡面 它就會跟肉和在一起 是 那接下來豬絞肉要拿出來嗎 因為你要先買 還有紅蘿蔔了 現在因為紅蘿蔔基本上也是要切個一小塊一小塊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器材 超好用的 我們來操作那個器材 對不對 然後只要把它蓋起來 好 1 2 3 哇 可以 好 有沒有 就變成這樣小格小格 完整性都是一樣大的 是啊 完全一樣大小欸 對啊 這可能平常切要切很久 對 所以有那個道具可以幫忙 好 其實這樣備料就已經是差不多了 因為青蔥的部分就是 我們就不多做解釋 因為它已經就是切成一塊一塊了 豬絞肉就要把它拿出來了 有時候 大師都會比較講究過程跟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不是大師 我們就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進去 全部包到碗裡面 對 包括調味料 全部放進去 來 給你一個大碗 好 所以把豬絞肉先放進去 對 肉其實它油脂的香氣 可以幫助 而且它裡面的油脂還滿多的 它可以幫助那個 紅蘿蔔維生素A的吸收 然後紅蘿蔔它如果用蒸的 其實 我就覺得這樣還不夠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這樣好像 不要啦 再多一點啦 太少了啦 沒關係 整碗下去啦 OK的 對啊 它這個會去去 妳是真心的希望放多一點嗎 它是真心的希望你輸掉這場比賽 這樣差不多啦 我覺得這樣差不多了 好 這個給我 紅蔥頭 我覺得這樣子就適量了 好 紅蔥頭這樣可以 把配料全部都放進這個肉裡面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要把調味料都放進去 剛才都有提到有這個白胡椒 白胡椒 然後有鹽 有糖 然後香油 偷渡一個蘿蔔進去的香油 好 全部加進去 怎麼覺得好像要包餃子的感覺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小型類型 然後這是米酒 米酒 米酒可以去腥味 對 然後也要水 也要加一點水 水全部倒進去 水是兩大匙 兩大匙 兩大匙 我大概衡量一下 好 好 漂亮 你看一配就是一個鹹西良母 雖然粗魯了 謝謝嗎 真的 好 可是我平常看你都也很常料理 我很常PO料理 對 而且你弄的都是和食 對 我只要吃清淡一點的感覺 好 你看這樣一弄一弄 協志哥真的很優秀 你看他 哪有一個大男人 在辦東西是這樣子 這樣子 你要用甩他的 你要甩他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怕會跑 等一下 你們想看小幫手臉上沾滿的聲音 我滿想看的 那還得了 好 好 攪貨 對 然後呢 摔摔 真的很優秀耶 我來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要幫我弄這個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步驟 就是燒麥皮 燒麥皮 對 不如我來幫你弄這個好了 好 你來弄 你來處理這個 交給你了 好 好有感覺 你看你在捏 你看那個外面賣肉的感覺 有沒有 對 有那種夜市在賣肉 不是在賣肉 我跟你講你根本就是在發洩 把那個絞肉稍微弄一下 好 你先弄絞肉的過程當中 因為剛才我們蒸好 已經變軟的杏鮑菇 它現在也已經冷了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就要拿出 比如說我先舉例 拿出兩片杏鮑菇的這個出來 然後要怎麼做呢 頭跟尾 先稍微把它分好 比如說這個是頭 這頭這樣 然後先有一點重疊 重疊 重疊之後呢 從這兩面 從這兩面的正中央 先把它穿過去 是 穿過去之後 它兩面就穿在一起了 對 它兩面就穿在一起 然後下一個步驟 就是需要一點點 需要一點點手法 另外再把這個部分穿過來 然後再把另外的部分再穿過來 來 讓它成為一個 變成是一個容器 對 一個餅皮 一個容器 然後它就會變成 這樣子 中間有一個洞 中間有一個洞 它這個東西不會跑出來嗎 重點是 不會啊 因為你上下都會把它填滿 對啊 像這個杏鮑菇還滿大一朵 所以它內餡就會比較多 這是一個創意 而且其實你這樣弄 它會有筋性 所以它放進去之後 它就比較不容易掉出來 對 你玩肉玩得開心嗎 沒有 我在幫你甩出筋性好不好 好 差不多 筋性是什麼 筋性就是 魚肉甩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有黏黏的 它就是肉會甩出筋性 對 你有看過做麵包師傅要甩嗎 甩完之後就會有筋性 有 你很賣力 非常好 好 就是這樣 要甩出筋性 好 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所有的調味料 肉什麼都已經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要開始填充了 填充 把它放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從上面開始填充 先從 牙籤還是串在中間過去沒有問題 對 上面把它填滿之後 要把它反過來 把它變成底部 下面再填 對 把它填滿就對了 填滿就對了 那大小就自己斟酌 你也可以做小小一個 很精緻這樣 就是長這樣 這個我喜歡 完整的 完整的 這個我喜歡 然後這樣弄好之後就是整個 把它含牙籤 拿進去大銅電鍋 再繼續蒸 是 把它蒸熟 這就是個完整的 對… 我們剛剛已經有先蒸了對不對 對 其實很簡單 對啊 其實很簡單 好漂亮喔 比如說爸爸媽媽在家裡面 你今天做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 你可以幫我弄什麼… 對 然後幫我摔肉 是 最後就會一起弄完 然後還串牙籤 是 然後它就變成這樣了 那個營養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道到底適合當主食 還是零食還是怎麼樣呢 其實斜思哥不簡單 剛剛說他其實沒有在做菜 可是他這個 剛剛都是我在做的 對 都是在做菜 總是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有一個偉大的人 對…我小幫手… 他其實這一道燒滿 對啊 因為它其實是少油 少熱量 為什麼一般我們在外面吃燒賣 其實我們都會說它是熱量很高 通常外面的一顆燒賣 大概接近100大卡 一顆燒賣 對 一顆燒賣100大卡 所以有時候你隨便吃個六顆 就六七百了對不對 燒賣怎麼可能一顆會吃得飽 因為其實… 好 大概四個三次 我四顆都要吃兩籠 我啦 對啊 所以其實它這樣子的做法 第一個呢 它把這個外面的這種 原本的麵餅皮 把它弄成像是用杏鮑菇 所以相對的 它可以增加蔬菜量 然後另外把膳食纖維提高 小朋友如果喜歡吃紅肉的話 建議確實膳食纖維要多一點點 所以它其實它這樣子的話 變成一顆會變成60大卡 到60大卡 有 會減半 減半 然後油脂也會減半 然後另外呢 它最重要的是 它把這個蔬菜把它包起來了 因為有時候你吃燒賣 幾乎裡面都沒有蔬菜 對啊 所以它其實把它當外皮來講 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一道菜 其實可以當成小朋友的點心 點心 對 可以當點心 因為它有蔬菜然後有肉類的部分 這樣子 這道料理呢 就是鞋子哥看起來非常可口 然後又好吃的杏鮑菇燒賣 接下來就要換齊慧上場囉 好 接下來呢 齊慧要幫我們做的是杏鮑菇造型壽司 要用到什麼食材呢 有杏鮑菇六根 蒜頭30克 海苔絲少許 紅青椒少許 綠青椒少許 好多小朋友不喜歡的 還有蛋兩顆 胡椰奶油30克 壽司米兩杯 米醋半瓶 還有醬油一吃半 看起來有點難耶 對 而且呢其實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紅綠的東西 我們盡量不要 好讚耶 對 而且是我自己開出來的 就是紅椒 紅椒還有青椒 沒有 只有紅綠 好 那我們現在要請那個 紅綠燈 對 紅綠燈 請MoMo跟菲菲幫阿姨拿杏鮑菇 還有一個紅紅的東西 它的頭上有點綠綠的東西 還有這個 紅椒 紅椒 還有這個綠綠的東西 就是綠椒 青椒 然後拿三個東西 青椒 OK嗎 所以拿三個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MoMo 你有吃過青椒嗎 有 你喜歡嗎 喜歡 得票 得票 得一票 那那個的菲菲呢 菲菲你喜歡青椒嗎 有吃過青椒嗎 有吃過一次 那喜歡嗎 喜歡好 OK 哪有 你真的沒有說喜歡 沒有說喜歡 你知道 你喜歡青椒嗎 是喜歡一點點 是喜歡一點點 OK 好 那至少 他們以為至少都有吃過 是是是 好 那就麻煩你們幫我們拿 青包菇 青椒 青椒跟紅椒 出動 出動 好 那就麻煩你們幫我們拿 青包菇 青椒 青椒跟紅椒 出動 出動 好 小心 紅椒會不會有障礙 我覺得青椒才有障礙吧 他們會把蘋果誤認為紅椒 會嗎 紅椒在哪裡 紅椒在哪裡 好 菲菲拿的是青椒 好厲害 沒錯 沒錯 MOMO拿了紅椒 好可愛 好 幫我們把小推車推了 推回來 推回來 謝謝你們 兩位都好厲害 對 竟然沒有把蘋果認成紅椒 這樣就放上下這樣 好厲害 杏鮑菇答對了 還有青椒 還有我們的紅椒 對啊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 因為我就是杏鮑菇造型壽司 所以我會煎蛋皮 好 先把蛋打下去之後 對 其實很簡單就是 蛋打散了之後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把它煎成像蛋皮 有一點點上色的感覺 對 像是老虎的那個 是 妳說什麼 妳會打蛋 妳會打蛋給我們看看 我會 妳也打一個 來 小心喔 打在這裡 好厲害 好 妳手抖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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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亮啦 好厲害喔 好 對 好 我們的蛋之後呢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醬油 所有弄到 好 我幫妳擦 好 好 然後呢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還有呢 我會加水 OK 為什麼加水呢 因為醬蛋呢 煎起來才會澎澎的感覺 OK 很有水分 然後再把它 攪一攪 是 OK 把蛋拌散了之後 加一點點的酒 對 有酒嗎 沒有 加醬油 沒有酒啦 沒有酒 加醬油 對 沒錯 還有一點點的水 是的 然後再把它 把它煎成蛋皮 弄下去煎 OK 然後就這樣煎成蛋皮 就變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就要來切我們的青椒 跟紅椒 對 青紅椒這樣子 然後呢 一樣把青椒切片 然後把它切成細條狀 好 大概這樣子 因為它等一下青椒炒得會軟 就會變小 多小一點點 對 好 這紅椒 然後一樣青椒呢 以此類推把它切成條狀 好的 就這樣子 好 然後接著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杏鮑菇 我們的重點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對 特選食材 像鞋子哥剛剛也是 它是切直的 直的 然後我也是要切直的 然後因為我剛剛講過 小朋友不太喜歡吃杏鮑菇 對 所以我就有時候我會騙小朋友 說它不是杏鮑菇 它是麵條 然後我會把它切成條狀 是不是差太多一點 對 日本有這樣子 它叫尾麵條 尾妝的尾 尾妝的麵條 日本女生在減肥的時候啊 因為她們怕吃澱粉 可是又想要有那種澱粉的 那種吃麵的口感 所以她們就會把一些蔬菜 都把它切成細細長長的 然後假裝自己在吃麵條 為什麼日本人那麼愛騙自己 對 為了減肥不擇手段 一定要就是講一個 讓自己可以過得去 對 對 你認齊會在切菜 就知道她也會在做菜啊 對不對 我現在每天 我一個禮拜大概會有 是辣嗎 三到四天的做菜 跟做甜點 好酷耶 好 所以她把那個杏鮑菇 切成這樣一絲一絲的 就很像 就很像麵條 就很像麵條 那其實炒了之後 它就是很像是麵條的口感 然後跟我們剛剛 切的紅青椒跟綠青椒 兩個下去炒 一起炒 那炒的話呢 一樣就是 我會先下一點點的油 然後先下我們的蒜頭 好 下了之後呢 炒香之後 我會把這個杏鮑菇丟下去 那杏鮑菇丟完呢 會丟我們的青椒 還有我們的紅椒 炒香了之後呢 重點來了 我會加一個東西 奶油 我會加奶油炒香 好美喔 對 然後奶油炒香之後呢 會再下醬油 對 然後就是把它 全部炒香之後 起來就變成這樣子 你這個料理好像是 我們在便當當中 會出現的菜 對 便當菜 對 就是還滿下飯 然後它其實還滿香 你可以聞聞 是很香啦 但是你知道 青椒跟紅椒味道超重的啦 對 所以就是一個挑戰 好 這個我不要 你等一下可以吃吃看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來這個 重點了 因為我們是壽司造型的 這個杏鮑菇飯 所以呢 我們的米 我們一定要稍微把它 就是要把它煮熟 然後你飯鍋 如果是用電鍋的話呢 跳起來之後 大概再燜個10到15分鐘 好的 那壽司米呢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熱熱的拌壽司米 你不可以就是等它涼了再拌 熱熱的拌 對 熱熱的拌 比較好拌開 而且其實調壽司米 有一定的比例 對 有一定的比例 像是我們裡面有這個米醋 然後還有糖 然後放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鹽巴它就不會太死線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 像這種外面賣的米醋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用我們的白醋 跟糖 還有一點點的鹽巴 下去調配就可以了 那米醋大概用多少的量 好 我們米醋大概 一杯米 一杯 一杯 配上 對 30cc的米醋 OK 對 這樣就有概念了 好 我們稍微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稍微拌了 是 妳知道其實這個 壽司飯在日本料理店 對於日本料理師傅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對 而且妳知道在日本料理店 如果是那種正統 要求很嚴格日本料理店 沒錯 一開始的時候呢 妳要先去拌那個壽司米 對 如果拌完那個壽司米之後呢 大廚一吃 覺得不對的話 那整桶自己要吃掉 整鍋掉掉 不是 你整桶 你那個拌的人要吃掉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壽司米 對於日本料理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對 基本的基礎 對 訓練很久 而且它的那個比例 必須要調配得很好 沒錯 對 好 然後呢大概把它 因為我們翻 剛剛有點涼了 然後我們就一樣 把那個米醋丟進去之後 拌一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塑型了 可以開始塑型了 對 然後我們沾一點點的手收 沾一點點的素 沾 沾沾 我已經 你沾了啊 哥哥 沛哥 你沾一點 好 然後抓一點點的壽司米 抓一點點 對 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對 很好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模子裡面 放到模模裡面 沒錯 模模裡面 然後模模的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模子呢 全部都壓滿 對 對 這個很像做勞作 滿好玩的 對啊 就是親子互動 對 親子互動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第一個步驟做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模脫起來 脫掉啊 對 要把它脫衣服 脫衣服 把衣服脫下來 我們準備我們的剛剛蛋皮 對不對 好 我們蛋皮呢 這邊又可以親子同樂了 我們可以把愛心 跟這個 喔 把它壓上去 把它壓 沒關係 不用怕 好 對 吹吹吹 好 好 好 拿起來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這樣子的造型 對 你把它鋪上去你的飯 把它鋪上去 放上去 對 好 好 小朋友覺得很像在做美老 蛤 你就這樣赤裸裸的鋪上去喔 沒錯 就是赤裸裸 來 再來一點青椒跟紅椒點綴 點綴 好 我選新的那個燒賣 好 先準備一個盤子 好 然後 把這個 放上來 這是一個星星 好 這個是一個愛心 好 一個愛心 好 然後接著呢 最後一個步驟很簡單的 我們可以抓一點點的海苔粉 對 拿膏 撒 放在上面去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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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撒一下 那個配樂超不給力的 它一個 好 其實這樣就好了 是 而且其實像小朋友一天所需的營養 有澱粉 有蔬菜 又有蛋白質都有了 那就請伊莉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想 應該還沒有聽伊莉分析我 我就會覺得 他應該會說這一道的營養很滿分 但是小朋友買不買單我是不知道 不然妳說就看 其實這一道啊 有個特色就是 它有三種蔬菜 對 而且是 其中有兩個是小朋友不愛吃的 但是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對 其實紅椒跟青椒啊 因為它剛剛其實下去用油去炒 對 那紅椒 青椒其實它的維生素味非常高 所以這一道其實對小朋友的眼睛來講 是很有保護力的 對 然後另外它又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杏鮑固膳食纖維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是三種蔬菜 然後另外呢 它確實可以當成一個主餐 因為它主要是用吸收率很高的蛋白質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煎蛋的部分 然後又有所謂的澱粉 那如果澱粉的部分啊 如果可以換成一般 比如說像那種 配芽米飯或超米飯的話 其實小朋友 增加小朋友的這個咀嚼感 會更健康 對 所以其實它這一道 我覺得確實是營養滿分 而且有個好處就是 這一道媽媽可以吃 那媽媽吃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涼 然後放涼之後呢 它會變成抗性澱粉就會提高 然後它的熱量就可以打七折 對 所以媽媽減肥的時候其實也可以吃 然後又可以增加飽足感 意思是說你即使是放隔夜或是冰起來 隔天再吃也OK 也OK 沒問題的 而且像日本的壽司他們其實都是吃冷的 那日本人其實他們中午帶便當去 他們都沒有在附熱的 其實他們都是冰涼的 所以其實可以維持生產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小朋友吃熱熱的 然後如果吃沒料有沒有 放在冰箱 隔天媽媽吃是減肥的 是 好 齊惠這道菜是營養滿分 不過小朋友買不買單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協志哥的杏鮑菇燒賣 要PK的是 齊惠的杏鮑菇造型壽司 到底小朋友買誰的單 待會兒就知道 好 今天我們特選食材是杏鮑菇 兩位藝人都用杏鮑菇 各做了一道料理 不過我個人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肉來PK飯 對啊 因為協志哥是肉派的 然後呢這個齊惠是飯派 飯派 對 所以就不曉得 小朋友到底買誰的單 我們馬上要進入的就是 小小美食的評審時間 先吃用碗裝的 先吃碗裡面的 好 Kaven其實很聰明 就有鏡頭在拍的時候 他從來 然後剛剛那個人你在做的時候 他在旁邊 他根本就是一顆電子 一起動馬上 你看一下他全部吃完 有沒有 瞬間兩秒就吃完 有沒有 有沒有 菲菲 好好吃喔 阿皮 那個杏鮑菇要吃掉 要咬完喔 要咬完喔 要摸摸好可愛 感覺還不錯耶 可是那是因為他們只吃了一道 接下來我們就要吃這個了 好不好 盤子裝的這個 好 開動 開動 他一口吃掉 他也是一口吃掉 我們的小朋友都好優秀 對 很棒耶 都不挑食 對 不太挑 而且吃飯又快 不用在那邊三吹四起 對 他們真的都入口了 都入口了 他們完全沒有懼怕青椒 沒有懼怕 全都吃完 會不會是因為我加了一點奶油 也有可能 去了那個青椒的味道 對 因為小朋友全部都吃完了 給自己拍手一下 謝謝 好棒喔 謝謝你們 都很厲害 對 其實我們節目當中 預測最準其實就是伊犁 伊犁 伊犁兩個都吃了 你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先從營養價值來評斷的話 好 因為其實齊惠的 它可以當成一個正餐 因為它有蔬菜 然後它有蛋白質的部分 而且小朋友很喜歡吃蛋 然後再加上如果配上飯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營養價值很棒 另外就是說 如果針對很喜歡吃肉肉的小朋友 其實鞋子哥這一道的話 倒是一個很健康的肉類的點心 對 因為它其實是增加膳食纖維的部分 建議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鞋子哥這個 還可以再搭一點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一起搭 它的營養價值會更好 但是營養價值呢 小朋友才沒在管營養價值的 對 所以其實呢 如果是以所謂的好不好吃呢 因為我剛剛也吃了 對 我個人是猜測可能是棋惠的會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鞋子哥那一道 因為它是給小朋友吃 所以相對它的調味沒有這麼重 對 所以其實它是有一點 就是肉味的部分 可能沒有像我們平常吃燒賣的時候 這麼的就是香跟強烈 所以它其實吃起來是很清爽的 對 我覺得棋惠那一道 因為它有下油鍋去炒 它就有奶油 然後我剛剛吃那個青椒味 其實都沒有什麼青椒味 真的假的 反而是沒有青椒味的 然後它加上它有飯 所以我覺得它吃起來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而且那一道在最後吃 小朋友印象應該是記憶生 那你會不會選先吃 OK的 但是我覺得兩位男生 應該會喜歡那個肉 那倒不一定 沒有 因為你就知道說 外面的燒賣 它調味量下得多重 很鹹 然後油又高 其實自己做鞋子哥這一道 真的是清爽 了解 那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了 因為棋惠其實被 本來不緊張 被我們搞得有點緊張 對 我本來想說很開心 來個路的影像 但現在很緊張 是 因為畢竟妳是媽媽 對啊 妳就要知道小朋友買不買單 就趁現在對不對 好 那Gaben先幫我們來投票好不好 妳選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那個是什麼 肉肉 然後左邊那個是范范 好不好 妳決定了嗎 好 那請投票 喔 來 先投了 夠一票 而且超帥的 所以她帥這樣 有沒有 就是她 換菲菲 那邊是什麼 肉肉 對 左邊是 她腦子只有肉肉 范范 好 預備 開始 謝謝妳 一人一票 天啊 壓力好大喔 換 Momo 換 Momo Ella妳最後頭 Momo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呢 妳知道 妳知道 右邊的是什麼 有肉肉 有肉肉的 沒錯 左邊是有范范跟淡淡的喔 好不好 那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決定了 好 那去幫我們投票喔 好 GO 妳是我的小幫手 公安 她喜歡肉肉 Momo是齊惠的小幫手 妳幹嘛妳要哭了 對 妳的小幫手 妳是我的小幫手耶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她幫我妳的時候 她更確定 小朋友 妳不用傷心 因為小朋友是認菜不認人 對 真的 小朋友不會管他幫了誰 他就是很直覺那好不好吃 像我們大人 被訓練到後來都會做人情有沒有 覺得不好意思 妳合理合理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是協志都會獲勝 或者是今天的比賽會平手 妳決定了嗎 妳知道妳是最後一個投的嗎 妳知道妳很重要嗎 那妳 選出妳喜歡的喔 妳選妳喜歡的喔 有很難決定嗎 兩個都很好吃嗎 還是說有一個 有思考了一下 有一個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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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個呢 那另外一個呢 她有差別的喔 她說也很好吃 麻椒的好 也很好吃跟很好吃 不一樣 那我們就來看 在Ella的心目當中 哪一個是真的很好吃 GO 所以一切真的很鎖不定好不好 對啊 真的 原本還很 原本營養師 我們都還很擔心說 杏鮑菇太大一片 對 小朋友在咀嚼上會有一點問題 不好入口 鞋子哥 妳竟然獲勝了 我真的太小看妳了 對 所以妳看所有的大廚都是男的 沒有 不是說贏了這場比賽 妳的尾巴就翹起來 對啊 沒有啦 僥倖 但棋惠會不會有點傷心 我會有點傷心耶 因為就是覺得 就是 對 但還好啦 我覺得就是今天來 就是很開心 可以做菜給他們吃 然後可以提供很很不錯的 親子互動的料理給大家 可是妳下次也可以模擬一下 也許妳以後要做像這樣的料理 妳也許把它夾在整間 對 今天恭喜鞋子都獲勝 謝謝 也謝謝四位 謝謝音樂 謝謝四位小朋友 就是語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